有很多的舅父都在美國讀書 他們去了美國讀書之後 就沒有回來香港了 就是我變成家立室 所以我在美國是最多的親戚 這個地方 為什麼我會去美國讀書呢 因為我是住在舅父家 即是熟地頭的人 他們當然會在我那裡買樓 有家庭 就會告訴你哪裏好哪裏不好 哪裏值得買 一定是選擇有人在那裏 譬如我姐姐住在美國 我會首先選擇美國 即是有人幫我看著 發生甚麼事都知道 其他就有些發達的城市 英國 都是好地方 我覺得進去的感覺很重要 起碼要 我進去我覺得很舒服 我想留在這個地方 我想經常留在這裏 我覺得家裏就是一個 給你有安全感 有歸屬感的地方 一定要進去有這種感覺